校园重重障碍 带来个飞檐走壁 中午尖锋用餐时段 灰色米奇竟然大喇喇在百货美食街上演跑酷运动 就午休时节我们在安庸市旁边新光三月的美食街吃饭 大概有三四组的客人在等 突然就听到那个街站的店员大声尖叫 我们就看到有一只老鼠在那个出餐的窗口窜洞 都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看到米奇出来逛大街 厨师赶紧拿出雨伞来追大 只见他一路逃窜到隔壁店家再逃回来 最后消失在角落 让消费者直呼不敢吃了 不要跟我说那是米奇或者是料理熟王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他变魔法或是戴帽子 重点是隔壁才发生严重食案没有过多久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的螺丝又松了 当事人说之前就曾经在美食街看到米奇在地上跑 这次直接跳到台面上真的很恐怖 其他人面面相去 询问能否退款 店家当下也同意退钱 而北市卫生局获报之后 也马上派原机查 要求限期改正 其借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 将依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八条及第四四条 储6万到2亿元发还 另将查核参免责任险 老鼠的身上其实带了很多病原菌 像金黄色炮的囚禁就担心 我们不小心互实化 它可能会造成急性肠胃炎 对此星光三月回复 当下贵位已经暂停营业 连带公共区域都执行清销 晚上也会进行全面性的环境检查消毒作业 只不过最近食安风波连环报 如今又添一桩 也让消费者下暑了 明星文综合报道